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帮我们按下订阅开启小铃铛 这样每天早上就可以收听到最新的消息哦 好 那就让我们开始今天的新闻摘要吧 让我们看到第一则新闻 全球工厂检查即将揭示出其复苏的程度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各地的最新动态 在制造业领域 我们正密切关注着欧洲和亚洲地区的活动指标 以评估新生复苏是否正在叙事待发 最近 全球制造业指数上升这2022年中以来的最高水平 引发了人们对制造业前景的预期 高盛集团经济学家指出 全球经济增长强劲 要行的降息政策将促使制造业活动改善 接下来 让我们来看看一些国家的具体情况 在欧洲 英国 欧元区和日本的采购经理人指数将于下周公布 虽然仍处于收缩区域 但预计部分地区的指数将由所改善 而在亚洲 中国央行选择维持政策利率稳定 并进行流动性注入 以稳定人民币汇率 与此同时 中国农历新年假期的旅行支出 超过了疫情前的水平 进一步表明中国消费市场的改善 对于拉丁美洲地区 巴西经济出现略为回升的迹象 而阿根廷则面临着经济活动收缩的挑战 总的来说 全球经济正在经历着复苏的过程 但不同地区的情况各有不同 我们将继续关注各项指标和数据 为您带来最新的资讯 那接下来第二则的新闻 我们将为您带来最新的工业资讯 在建筑业中 一家荷兰新创公司Monumental 正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改变游戏规则 这家公司正在利用机器人技术来砌 这对于一个以传统工艺为主的行业 来说是一个革命性的进展 我们知道建筑业是一个庞大的市场 而这家公司的创新意味着更快速 更安全 更有效率的建造过程 Monumental并不是唯一一家在这个领域发展的公司 但它们的方法与众不同 与美国的Hydrinex专注于使用大型混凝土块建造结构不同 Monumental着眼于更为常见的红色黏土砖块 这种区别让它们能够在市场上找到自己的定位 而非直接与其他公司竞争 Monumental的技术背后有着强大的团队支持 这家公司由数据是绝化公司SO的两名创始人于2021年成立 它们已经在荷兰进行了一些试点项目 并与25加成包商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 这表明它们的技术已经开始受到市场的认可 并且有潜力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应用 Monumental的目标不仅仅是自动化建造过程 而是通过智能机器人和软件的结合 将人类专业知识与机器人效率相结合 从而使建筑行业更加革新和高效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Monumental宣布获得了2500万美元的巨额融资 这将用于招聘扩大生产规模 以及改进它们的机器人技术 这一消息表明 投资者对这家公司的未来前景充满信心 并愿意为它们的发展提供支持 Monumental的努力和创新精神将为建筑业带来新的可能性 我们期待着看到它们未来的成就 接着第三则新闻 我们将带您一则关于汽车制造业的新闻 宝马制造公司最近宣布 将在其南卡罗来纳州的工厂中部署人型机器人 以提高生产效率和安全性 宝马制造公司已经与Figure AI Inc.签署了一项商业协议 旨在在汽车制造环境中部署通用机器人 这些机器人将负则自动化制造过程中的困难 危险或繁琐任务 让员工能够专注于无法自动化的技能和流程 Figure公司的创办人兼执行长Bradcock表示 过去几十年来 单一用途机器人技术已经饱和了商业市场 但通用机器人技术的潜力尚未完全开发 这些机器人的部署将有助于提高生产力 降低成本并创造一个更安全 更一致的工作环境 根据协议 Figure将在第一阶段确定应用人型机器人的初始用力 然后在南卡罗来纳州的宝马工厂进行分阶段部署 宝马制造公司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罗伯特恩格尔霍恩博士表示 汽车制造业正迅速发展 他们致力于将创新技术整合到生产系统中 以推动未来的发展 通用机器人解决方案的使用游望提高生产力 满足消费者不断增长的需求 并使团队能够专注于转型 此外 宝马制造和Figure还将共同探索人工智慧 机器人控制 制造虚拟化和机器人整合等先进技术主题 除了宝马 其他汽车制造商如本田 现代 特斯拉和丰田等也在 积极开发可能在装配线上使用的人型机器人 这些举措将使汽车制造业更加智能化和高效化 紧接着是第四则新闻让我们要带来一则 关于AutoDes最新推出的NetVib 3D列印燃体的报道 现在让我们深入了解一下这款燃体的功能和应用 AutoDes作为知名的建模燃体提供商 一直在为各行各业提供解决方案 而这次他们带来的NetVib燃体专为3D列印而设 这款燃体的主要功能包括从不同的开定用程式转换和导入模型 以及为基层制造做准备 最大限度地增加每个建造中可容纳的零件数量 这款燃体的强大之处在于它提供的设计最佳化工具 能够帮助用户实现对于3D模型的自由设计 并且通过模拟功能预测制造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 从而减少建制失败的风险 此外NetVib还提供多个版本公用户选择 从高级版到旗舰版 不同的版本有着不同的价格和功能 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做出选择 总的来说 Autodesk的NetVib燃体为3D列印行业带来了更多可能性 让设计和制造变得更加高效和可靠 那最后一则新闻让我们带您了解最新的工业与自动化消息 在制造业中 选择适合的材料至关重要 最新的HB-3级硬直合金 是装为切削工具和磨损零件设计的亚维米级产品 让我们来了解一下 HB Carbide公司最新推出的HB-3硬直合金式制造业的一大亮点 这款材料拥有6%的孤年捷迹和93H-2A硬度 非常适合有色金属加工应用中的磨损零件和切削工具 它不仅具有高硬度和高耐磨性 而且还提供了卓越的涂层附着力 这对于工具制造商来说是一个极佳的机材选择 HB-3的优异性不仅体现在ISOK-20应用中的切削刀具 还可用于钻头、绞刀、成型刀具和力显刀等 此外 在拉拔工具和工业急喷嘴等磨损部件中 HB-3也表现出色 HB Carbide公司的全球销售总监张Winiambo表示 HB-3硬直合金不仅在高耐磨材料应用中表现出色 而且公司的生产工艺保证了性能的可靠性和生产效率 它们以锤指整合方式管理整个流程 从粉末生产到交付高性能的毛胚和育成型零件 总的来说 HB-3硬直合金的推出 为制造业带来了一个崭新的选择 无论是在切削工具还是磨损零件方面 都将展现出卓越的性能和可靠性 以上就是今天早上的TCMIC Daily CNC News 感谢您收看TCMIC Daily CNC News 本集的AI与应由优生学进行合成并赞助播出 工业自动化正在不断地发展 敬请关注我们的节目 我们将持续为您带来最新的科技动态 还有行业资讯 如果您喜欢今天的节目 请给我们一个五星好评或按赞 并在留言中告诉我们 您还想了解哪些其他有趣的新闻呢? 祝您有个美好的一天 我们下次再见